這星期的一些重點 大家回顧一下 第一個重點就是如何處理Jetson的格式 這個Jetson格式其實用的越來越普遍 一般或許用那個像API 就是Application Interface 就是資料交換的一個基本的介面的話 通常也會用Jetson當成是資料交換的格式 它其實有一些特點你會發現 因為Jetson它其實階層的概念跟其他格式不太一樣 它等於是有點像如果用JavaScript或Java來存取的話 它直接可以把它變成一個物件 物件裡面的話 你只要物件後面加一個點的話 點的話就是底下的屬性 或者叫紙物件 下一階的意思 它可以很多階 所以你會發現裡面的資料 其實可以很多的階層概念 可以做得很複雜 所以我們上個禮拜主要是 針對雲端白板裡面的Jetson 等於是這個單元 等於是CSV下面的Jetson格式 Jetson格式相關的說明 網路上其實也有啦 我這邊大概把一些重點稍微提一下 有個列表 你們大概知道一下 另外的話我們是利用像Pn2.5的範例 你會發現每一個範例給的內容格式都不太一樣 但是一樣的部分就是說 外面可能會是大瓜糊 也可能是中瓜糊 如果是大瓜糊的話 它裡面的資料一定會有Key跟Value Key的話是帽號前面叫Key Value的話就是它後面的東西 Key的話其實有點像一個編號 反正編號帽號後面的話帶一個Value 所以什麼編號後面帶什麼資料 所以有個KeyValue這樣的一個架構 Key的話它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Key不會重複啦 OK 跟那個關聯式資料和概念是一樣的 不會重複的資料 可是如果是中瓜糊的話 它就不會有那個就是Key跟Value 中瓜糊的話呢 其實就是有點像一般我們所謂的正 它叫串列啦 不過實際上一般我們也可以把它理解成叫做正列 就是一個中瓜糊裡面可以放很多的資料 大概是這樣 可是你光看這個型態 哇 頭都暈了 所以我是建議你可以用那個什麼 這個格式化工具有沒有 這個工具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因為你可以把資料貼過來之後 它的結構就很清楚了 你可以收折嘛 裡面的話到底裡面有幾個 這個Json的話裡面有幾個Key 你展開之後有兩個 一個什麼Sys 一個Result有沒有 然後你在展開之後呢 它又這一些有沒有 這一層進來之後有兩個OK 這一層鋁道進來的話又有幾個 一二三四五五個 你可以這樣有沒有 五個Key 然後Key 怎麼知道只有Key 因為它這個後面是大瓜糊 大瓜糊表示有Key跟Value Key跟Value 如果是中瓜糊的話呢 就只有資料而已 有點像只有Value 沒有Key 大概是這樣辨識哦 底論上應該就是大瓜糊跟中瓜糊哦 不過光這兩個都要頭暈了 因為其實很多地方什麼時候有中瓜糊 它其實沒有一定 那就看這個設計者 他要怎麼去規劃這個資料而定哦 比如說我們上個禮拜的資料是放在這個 Recourse裡面嘛 你可以看Recourse 它後面是帶一個中瓜糊 那表示這個裡面就不會有Key跟Value 所以你展開的話 它其實就是 但是它會自己幫你放一個這個編號哦 然後後面的話就帶 你看它這個裡面 中瓜糊裡面又放大瓜糊 大瓜糊裡面又Key跟Value 所以光這個頭都暈了 不過沒有關係啦 我前面講過 如果你要抓這個資料的話 這個好像是那個人口密度的嘛 所以你可以找到像上個禮拜 這個人口密度的其實是在最下面 我這邊其實已經有給各位那個 最後的程式碼 這個程式碼的話 我是 我看這個是 這個應該是 那 至於說 上個禮拜有提到 就是 你要抓那個 Juston格式 其實方法太多了 網路上至少 我看討論下來10中以上不等 那最後當然呢 我不可能說慢慢一個慢慢討論 所以我乾脆直接告訴你 哪一個方法最簡單 所以最後的話我們得到一個方式 就是這個人口密度 最後我們講到這個 那其實這邊答案就在這裡 如果你要抓這個資料的話 第一個把資料貼過來 OK 第二個的話這邊就有一個 我做好的一個程式碼 那你會發現 它有個固定的規則 所以以後的話 你其實可以拿我們上課的範本 拿來做修改其實就可以了 那比如說第一個 我們已經知道那個架構了 那第二個的話 一樣我把這個模組先插入一下 那如果要抓資料的話 第一個當然我們是會先用一個內建的 一個叫XML的HTTP的一個 一個韓式庫啦 其實這個一個物件 那我把它透過它做什麼 其實它主要的目的是 把它的資料從網路上抓下來 所以抓下來之後 這個Resbound Test裡面就是 我們可以看到那些原始碼 有沒有大瓜、五中瓜那一些 那如果你要解析它的話 其實方法很多 最後的話發現 其實最簡單 還是回歸到它的那個原始 就是 其實就是要把它當JavaScript來解析 最後的話呢 我們是引用兩個物件 一個叫HTML File 透過它做什麼呢 來呼叫它的上一層就是Windows 因為Windows本身呢 可以去解析那個JavaScript OK 怎麼去解析 其實也是一樣 利用JavaScript把它怎麼 宣告成一個物件 物件名稱就是Jetson 然後把這一個語法丟給它 把這個東西就當一個物件來處理了 那透過這個物件的話呢 那就好辦了 它就是一個物件 所以這個Jetson 實際上呢 就等於是JetsonEdit裡面的這一整個 這個我把它當一個物件 有沒有 所以這個物件裡面的話 我要抓什麼東西呢 我要抓的是打開之後的這一層 所以這個底下有一層叫relaut 然後再展開的話 就又找到recourse 我的資料在這裡面 所以呢就是 就是